执行主人命令 汽车人变形中 主人捡到变形金刚一个 提发系统特殊奖励 奖励变形汽车一辆 系统正在调放中 我的天 你们快看天上 这是流星吗 不会是外星人的飞船吧 靠 这不会真的是如FO吧 主人放心 此乃变形汽车降落所导致 好家伙 这玩意竟然是我搞出来的 估计明天要上热搜了 变形金刚里头放完毕 主人可凭借意念 进行其形态更改 更多功能请主人自行摸索 真是好东西 以后出门就开你了 不过这外形有点太过于张扬 要是能变得低调点就好了 执行主人命令 汽车人变形中 嗯 这样就低调很多了 不错 走吧 送我去集团吧 请爱的老板 这次舔脚集团给咱们的一份合作计划署 我看这舔脚集团的老板竟然是和你一个种学的 做给你拿过来的 刘悦 这还真是我初中的同学 没想到现在他竟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了 既然是老同学 那就帮他一把吧 正好明天晚上有一个同学聚会 我和他直接谈这件事情吧 行 另个同志也哈他没变 对了 外家小老外 你把那一箱三千万亿瓶的汉地茅台 倒入矿泉水瓶里给我带着吧 不然显得好像我故意去装P一样 哟 这不是我曾经追而不得的大校草方小凡吗 怎么现在竟然混到开上这样的破车了 哼 当年我苦苦追求你 你却不搭理人 今天我飞黄腾达了 特意举办了这一场同学会 就为了好好的羞辱你一番 岂止是车破 你们没见他竟然拎着个垃圾袋吗 方小凡你不会是都沦落到简破烂了吧 老同学们 好久不见 少在这里套近乎 还不赶紧把你那小破车挪走 没看刘悦这是大宝石节吗 这可是价值近百万的豪车 这辈子你也买不起吧 哎 如果败家小老外听到这话 估计转手就把整个宝石节集团买下来了吧 这才几年没见 没想到方小凡你都已经沦落成这个德性了 当年我对你那般追求你都不搭理我 怎么样 现在经受了社会的毒打 你那股高傲的气质还有没有 我感觉社会对我很友好 毒打断不上吧 呵呵 方小凡你不要在这里死鸭子嘴硬了 看看你自己现在这一身穷酸药 全身上下加在一起 也没有两百块吧 不如给你的机会来跟着我 只要服务好 一个月给你一万块 天啊 一万块 估计都能抵得上这家伙减破烂一年的收入了吧 算了吧 我这人牙扣好 吃不了软饭 哈哈哈哈 你们看他还当真了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身家千万 怎么可能会要他这个破烂了 走吧走吧 进去吧 让这个土包子好好的长长见识 哼 好不容易把你找了 这个时候你要是被吓跑了 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等下进去之后 我再好好让你出丑 哎 看来我没有暴露身份是对的 这刘月的人品估计也就这样了 同学们难得聚一次 今天大家就放开了吃 所有消费我请客 耶 刘月现在可真了不起 竟然都开上大宝石节了 这可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车啊 呵呵 几百万的代步车而已 不值一提 别忘了 刚刚我交代你的事情 好好踩一踩方小凡 也对 现在刘月可是天交集团的大老板 身家可是几千万的 百十万的宝石节对他来说 确实只是个代步车 咦 对了 方小凡你现在干什么呢 不会专职捡垃圾吧 哈哈 那倒也不是 捡垃圾只是爱好而已 平时我也开了家小公司 勉强混口饭吃吧 大家好久不见 我带了些酒过来 口感还不错 大家尝尝吧 姑 哈哈 你说你也开公司了 不会是废品站吧 整个公司就你一个人吧 还有这可是五星级大酒店 你竟然带了散装白酒了 是啊 这酒不会是你捡破烂捡来的吧 算了算了 这样的酒我们可不敢喝 服务员 去给我们拿两瓶 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八的五粮液了 平日里喝习惯了 口感还不错 方小凡要不你给我跪下磕个头 我也让你尝尝这几万块的酒 我可告诉你 这酒可和你那散装白酒 是不是有着天壤之别 刘月你们够了 混得不好怎么了 小凡招惹你们了 你们犯得上处处针对小凡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哟 赵借你个臭卖房的 还想为方小凡打抱不平 正好我公司马上要和方氏集团合作的 就有房地产项目 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在房产销售圈子里待不下去 天啊 刘月你竟然要和方氏集团合作 虽然方氏集团很低调 但那可是咱们整个华夏最厉害的企业啊 这要是真的合作了 刘月您可就要真正的腾飞了 呵呵 说来也是侥幸 我只是尝试着投了投项目 没想到就被方氏集团的幕后大老板看中了 说来这也是对方看到了我们集团的发展前景啊 呵呵 我看方氏集团未必会和你们合作了 笑话 方氏集团的第一总裁瑟琳奈女士 可是亲自和我通过电话的 你说不合作就不合作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说不合作还真的就不合作了 毕竟我就是你口中方氏集团那个幕后的大老板 哈哈哈哈 虽然你也姓方 但你就是个狗屁 你不要以为没有多少人见过方大老你就能冒充了 再说了 你见过哪个大老喝散装白酒的 就是 真是可笑 方氏集团的大老板会开那样的小破车 方小凡你要是方氏集团的董事长 我直接给你叫爸爸 这是你说的 希望你到时候不要食言 没错 是我说的 如果你是真的 我直接跪下给你叫爸爸 但如果你不是 那又怎么说 如果不是 今天的所有消费我买单 好 服务员 给我再来食瓶15888的五粮液 今天我就让这个装批犯知道什么叫做装批的代价 靠 食瓶岂不是要十六万了 这估计能要了方小凡的老命了吧 算了吧 小凡 何必和他们置气呢 要不咱们离开吧 没事 跳梁小丑而已 哼 真是不知死活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有些牛不是随便吹的 正好我昨天和瑟琳娜总裁通过电话 现在我想她若是知道有人冒充方总 方氏集团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哦 我很期待你通知瑟琳娜 哎哎 您好您好 瑟琳娜总裁 我是天交集团的小刘呀 昨天我们通过电话的 是这样的 有件事我想和您汇报一声 今天我在商海酒店吃饭 有人冒充贵集团的方度 这已经对贵集团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您看您有时间过来一趟吗 嗯 那十分钟就到 谁干猫虫 那亲爱的老板